俄罗斯闹分家 国际空间站或将坠落 俄罗斯发出警报 若美国与西方各国继续对俄罗斯的制裁 国际空间站即可能坠落地球 如果俄罗斯终止与国际空间站的合作 将导致空间站陷入危机 如果国际空间站失控坠落地球 极有可能摧毁一座城市 俄方表示 反正这个500吨重的设备 是不会从俄罗斯上空飞过的 因此所有的风险都是欧美的 2022年开年之初 爆发的俄乌战争就让世界局势进入了紧张的状态 与此同时 地上的战争也逐渐演变到了天上 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 并不断延伸扩大到更多领域 包括俄罗斯的太空计划 2022年4月 对此俄罗斯做出了重大决定 终止国际空间合作计划 退出国际空间战 早在此次最后通牒之前 俄方已经多次与美方进行沟通 希望双方在和平 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发出视频暗示 如果继续制裁俄罗斯 国际空间占有坠毁的危险 只是没想到的是 美方和西方国家依旧软硬不吃 不仅没有停止制裁 反而变本加厉 导致俄罗斯做出了彻底退出国际空间战的决定 俄罗斯在国际空间战究竟有多重要 为什么会威胁到国际空间战的存亡 俄罗斯退出国际空间战 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要在太空中取代俄罗斯可不容易 没有了俄罗斯 国际空间战可能直接失去动力 国际空间战由16个国家联合建造 但只有美国 俄罗斯日本和欧盟拥有多个舱段 其中美国和俄罗斯是分工中最重要的角色 俄罗斯所拥有的舱段不仅是各国宇航员研究生活的主要舱段 更是掌握了核心的发动机动力系统技术 在国际空间战中 俄罗斯拥有曙光号 星辰号 科学号 以及两个实验舱 占到国际空间战布局的四分之一 俄罗斯在国际空间战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不仅掌握着核心的动力系统 还拥有导航 通信和保障宇航员生活等能力 没有了俄罗斯舱段的支持 国际空间战的其他舱段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 甚至整个空间战 都有可能因为失去动力而坠毁